大家好 2022年第五届潮创客大赛 今天在台中市乔光大学热烈的举办 我们就到现场看看他精彩的颁奖典礼 由中华台湾潮汕同乡总会 乔光科技大学创博会 双创服务有限公司举办的2022第五届潮创客大赛 10月21号下午2点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 大会主席也是创会长的李南贤博士说 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凝聚同乡的力量 以全世界经济舞台的成功企业模式 举办创业竞赛 支持年轻人实现梦想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产商 提供给我们这些创生创意的一个新的舞台 我们也在鼓励当中 也希望能够带动穿过的精英的优秀青年 乔光科技大学董事长陈伯涛也相当感谢第五届潮创客大赛 也能够再度来到乔光举办 这次大赛分为产业精英组跟新创团队组 希望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创意 实现创新创业的精神 那最重要的他能够实在为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制造就业的机会 然后让台湾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典礼当中还有乔光科技大学展现的灯光秀 最后半导体特性检测系统跟超解析微型光达系统得到冠军 华侨协会总会长林奇国 中华潮汕同乡总会长连坤浩 台中市政府秘书长黄重典 也都亲自参加颁奖典礼 呼吁年轻人勇敢迈向国际舞台 那潮流现在非常重要 那你很潮 那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名称 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一起来发挥我们的潜力 那我想今天潮创客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就是要透过脑力激荡 透过一些创意 透过一些技术科技的一个结合 他们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 其实2022第五届潮创客大赛颁奖典礼 刚好也是乔光科大58周年校庆活动 主办单位希望能够以乔光科大 培育年轻学子的永续精神 将这一场潮创客大赛持续扩大举办 为全世界的创业青年提供更多元 更强有力的动力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